乌克兰21号首次承认在针对俄罗斯的越境攻击中使用了西方武器 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 美国不断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武器 持续拱火交游 据路透社报道 乌克兰方面21号表示 乌军利用美制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摧毁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几处浮桥 这是乌方首次承认在针对俄罗斯领土的越境攻击中使用了西方武器 美国方面尚未就此表态 不过 美国国防部20号曾宣称 美方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上周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一种远程巡航导弹 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 并对此持开放态度 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美国国防部已开始着手研究 乌军战机发射这种远程巡航导弹的解决方案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就此问题 向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求证 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根据美国国防部8月9号的数据 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554亿美元的军事支持 包括两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12套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 2000多枚独次防空导弹 1万多套标枪反坦克导弹 40多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31辆埃布拉姆斯坦克 300多辆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600多辆M113装甲运兵车 20架米17直升机 弹簧刀无人机 凤凰幽灵无人机 和其他各种军事装备 以及大量各种口径的火炮 海量的炸弹和其他军火 不光数量庞大 美国还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过程中 一步步突破其所谓限制 最早美方宣称 不会向乌克兰提供 爱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但后面却转变口风 同样如此的 还有F-16战机 美国已经为其北约盟友 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机 开了绿灯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 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就是直接参与俄乌冲突 俄方保留做出对等回应的权利 如果西方允许乌克兰 使用高科技远程导弹 打击俄罗斯 那么俄将加强空中防御能力 俄罗斯也可以向世界其他地区 提供远程武器 这些地区可以使用俄制武器 对向乌提供武器的国家发动打击 请不吝点赞订阅